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現在說帶負電的點電荷固定在P 在周圍建立電廠 那空間中有M跟N兩個點 那現在電位分別是VM跟VN 那電廠是EM跟EN 令無限遠為零位面 那請問這個下列合者叙述正確 好,我們看到這個叙述 我們來畫一下它的示意圖 這個P點呢,它是一個負電荷 那負電荷就會產生收斂廠 來,它的電廠就會指向負電荷 就像這樣 電廠就會指向負電荷 OK,電廠指向負電荷 那電力線的密度就是什麼東西 電廠強度 所以越近越密 越遠越鬆散 那再來電力線的特色是什麼 指向低電位 所以越靠近誰 越靠近P它的電位越低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電位比較低 來,在這邊的電位 黃色電位比較低 那這個藍色的電位比較高 越裡面越低 指向低電位 電力線指向低電位 越外面越高 越裡面越低 那電廠呢 越外面越大 不,對不起 越外面越小 越裡面密度越大 電廠越大 OK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選項吧 來,請看一下A選項 如果M的電位大於N 喔,那M就在外面 M就在外面 M的電位大於N M就在外面 OK 那PM的距離 就會大於NP的距離 非常正確 再來請橫B 如果EM大於EN EM大於EN的意思就是說 M在裡面 裡面的電廠比較大 N的電廠比較小 那這個時候 MP的距離 大於NP 對不對 錯 好 再請橫C 如果將測試電荷 正電荷從M到N M到N 電力做真功 畫起來 電力做真功 那請問 這個VN大於VN 對不對 正電荷受電力 跟電廠同方向 受電力跟電廠同方向 所以電力呢 像這裡 那M到N M到N 做正功 那就是位移也是向上 位移也是向上 那力跟位移是同方向 對不對 電力做正功 所以M在外面 N在裡面 那M在外面 N在裡面 所以它這邊是高電位 這邊是低電位 所以高到低 這個是正確的 在D 將負電荷從M到N 電力做復功 那請問 電廠 1N到1N 對不對 好 如果是負電荷做正功 負電荷做復功 對不起 負電荷做復功 那我們來看 負電荷要擺哪邊 負電荷如果是在這裡好了 負電荷受電力跟電廠反方向 對不對 負電荷受電力跟電廠反方向 但是呢 它的位移是向上 那電力就會做復功 因為力向下位移向上做復功 對不對 所以它要的是這個嘛 就是電力向外 然後位移向內 這個東西做復功 那這個M的電廠大於N對不對 錯 N的電廠比較大 越近電廠越大 好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 再來請看到E選項 E選項它說 如果將測試電荷 它在電廠中 止受電力運動 那止受電力運動 那M的動能在 M的動能大於N的動能 N的動能大於N的動能 那請問 這個VN大於VN對不對 我們如果把一個正電荷擺上去 那它跑向N 結果呢 動能變大 那是因為 我們這個東西 它受到電力作用 那電力對它做正攻 所以這邊動能變大 非常合理 你看喔 這樣子跑過去 對不對 電力讓它加速 所以這邊動能大 這邊動能小 N的動能大於N 那N的動能大於N 那VN大於VN 不對 VN的電位會比較小 VN的電位會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 所以本題答案只有 AC正確 好 AC正確